Hello大家好,欢迎大家看我今天的视频 分享一下我2024年我的第一个联名设计 就是珍珠首饰 各种各样的珍珠变成各种各样的首饰 历史估计应该有上千年了 珍珠这东西它就是圆的嘛 不管怎么设计它都不可能设计出来三角形的 但是当Gingery珍珠品牌找到我 邀请我出这个设计图纸的时候呢 一秒钟我就知道我要设计出来什么样的东西 因为以我的消费水平还有我的审美来讲的话 我特别特别喜欢的那种就想象出来的珍珠呢 市面上其实是特别少见的 当我有一个机会的时候 我特别特别就想把这个设计呢做出来 然后给我自己带 然后我也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分享一下我设计这个首饰的核心概念 还有用料设计的创意还有手稿 决定选用珍珠的尺寸可行性 还有成果珍珠的产地定价 我全部都在这个视频里面跟大家分享出来 请大家指点跟批评 那珍珠大家肯定都不陌生了 珍珠的圆其实都是纯天然形成的 它不会说经过后天打磨或者是抛光 把一个凹凸不平的珍珠打磨成平的 棒开了好多出来都是奇形怪状 说上面有疤什么的 它就要挑出来最好的那一颗 最圆润的那一颗 这就是为什么珍珠它一定千里挑一 对于我来讲设计珍珠首饰呢 我觉得非常饱和非常有局限性了 因为它就是一个圆嘛 不可能把珍珠打磨了或者说是把它敲碎了 那就成珍珠粉了 我希望我的珍珠的设计呢是可以永恒的优雅 经典可传承的都是真料 所以我要求的我选择的珍珠虽然不是最完美的 但都是4A等级圆形的珍珠 真的18K的白金或者是玫瑰金 真的钻石不是特别特别喜欢黄金的 头发是纯黑的 然后我眼球还有眉毛都是特别特别黑的 所以说白金特别特别适合我的 然后玫瑰金戴上之后非常非常显贵气 这个联名里面是没有黄金出现的 我脑子里会有很多很多的想法 至于怎么样才能把它落地变成真的东西 其实这是一个挺难的 我之前设计过房子 我自己家的房子就是我自己设计的 还有我设计过包 现在等于说是第一次涉足于首饰 难易程度其实也差不多 它有没有这个东西 它有没有这个可行性 这个是局限性非常非常大的 那我手底下是没有这些珠宝的任何的东西的 但是我就凭想象 我就想象说 它们能百分之多少能还原我的这些个手稿 如果说它完全是还原不了的话 我也就不会画得太千马行轰了 当我收到的时候 我觉得还原程度基本上可以做到98%吧 我还是挺满意的 当然了我们中间也经过了几个月的协商啊 包括中间打动的直径啊 还有包括它用料 它上面的花纹啊 还有粗细啊 我们都经过了反复的推敲 那现在是最终的版本 我一共呢设计了两套 第一套呢 我给它起初起的名字叫做Dance of Pearl 会跳舞的珍珠 我做research的时候 我就发现很多年轻人普遍反映 珍珠比较老气 种了草 然后买了一串珍珠 然后回家就根本就闲置一天都没有戴过 所以我想设计出来一种珍珠首饰呢 是可以凸显 年轻人有活力啊 有好奇心啊 有时尚意识啊 而且很独立的那种特质 活灵活现的 可有多种戴法的 那这一组呢 耳环跟手链是互相呼应的 整体上看来珍珠是比较多 所以说我就选了这个淡水珠 淡水珠呢 就是从江河湖里 就水不咸出来的泵里面 千条细选出来这个最圆 最没有瑕疵的那个 淡水珠的这个珠光在珍珠种类里面 相对就是比较自然柔和 微妙的光影 还要反射 让这个温暖柔和的珠光可以平均分散 既不张扬又不失庄重 最与众不同的还有很少见的 就是我把它们都设计成了可调节性的 这个耳环呢 头尾两颗是固定住的 中间那一颗你可以随便的高一点低一点 或者放在正中间还有手链都是可以 根据自己的心情来调节的 然后后面的耳钉塞呢 我也选择了拿在指尖特别舒服 特别有那种平衡感 特别有质感的 然后它也是白金的 或者是玫瑰金的成套的嘛 不管是从正面看还是侧面看 后面看都是精致到极致那种 就让非常所谓的很老气的珍珠可以年轻化 不管是日常穿搭啊 或者说是婚礼仪式啊 都可以衬突出那种珠光啊 脸旁边若隐若现 优雅还有灵动的美 为了解决白金首饰它普遍比较细嘛 手链自己一个手是戴不了的 这个接口呢就设计成了自己的双手就能轻松脱带的 中间配上一个白金的一个小球 就可以让这个手链360度都有那种连贯性 我本身不是特别喜欢那个钩子接口 如果是项链的话没问题 它是会藏在脖子后面嘛 手链的话来回的滚动的嘛 它如果说把那个接口放在外面的话 就有点像给人看拉链的感觉 我给它变成那种360度都可以有那种连贯性的设计 多加了两个小珍珠在尾巴那里面自然的下垂 手链缠在一起的话也是非常漂亮的 也不会是觉得它是一个接口的感觉 你不管是怎么绕来绕去 它都没有死角 大手链呢一共有六颗大珍珠 象征着溜溜大顺嘛 外加了两颗小珍珠 那不就变成了八就是发吗 小手链呢是固定的 它是动不了的 平均给你分好的 小手链设计是一共八颗小珍珠 加一双更小的珍珠 然后代表十全十美 十拿九稳啊 反正都是一些个吉祥的小念想 我是特别喜欢这种 就是吉利术啊什么的 所以说我也想把它融入到我的设计里面去 那日常的话 我觉得单带这三样东西的话 就已经够多了 如果说有钻戒跟婚戒的话 还是可以带 但说其他的过于繁琐的设计呢 我觉得就不用带了 就带这一套 就非常非常的日常好百搭了 带再多的话 可能就是说要更多的场合了 参加婚礼啊 参加晚宴什么的 可以再加点别的珍珠的东西 第二组我设计呢 就是一开始给它起的名字 叫做Eternal Beauty 永恒的美 这套呢是钻石加海水珍珠 包含了一对带钻和海水珠的耳钉 还有一个带钻和海水珠的吊坠 剩下的都是白金或者是玫瑰金 这一套珍珠它比较少 所以说我用了最璀璨强烈的小灯泡 海水珍珠 Akoia珠啊 贵一些的珍珠啊 三个小灯泡一样 非常安静的衬托 还有成就整个肤色 还有整体的状态 彰显了Quiet Luxury 就是宁静奢华的概念 体下的这个人就非常讲究 爱打扮 但是又不张扬 不会用力过猛 刚刚好在那儿 可以适合任何年龄段 也可以适合大学生 也可以适合七八十岁的老太太 都适合的 在我多方的对比 还有测量 研究后哈 我发现了 7毫米到7.5毫米直径的珍珠呢 其实是最百搭的 再配上0.03克拉的钻 完美的尺寸 不会过于张扬 也不会过于单调 我看了好多女生啊 一位就是追求 就是特别大的珍珠 如果说是真的 就是单的一颗珍珠的话 是非常非常大气的 如果说在上面加了好多别的花 反正我个人来讲 我是不是特别喜欢的 加了太多的设计 就把那个珍珠给吃掉了 所以我觉得还是要显示 珍珠它自己本身的美 还有就是关于白金或者是玫瑰金 它要怎么选呢 我觉得亚洲人的皮肤 无非就是皮肤比较冷 或者皮肤比较暖 要么就是中性皮肤 我是有一点点中性偏冷的 带了白金的首饰的话 我整个人都是皮肤都是发光的 这个是我必须要有的 如果说大家不知道平时配什么颜色的首饰呢 如果说你的粉底比较偏那种 比如说它的名字是Porsaline色号的话 如果你平时用的腮红是偏粉的 包括你的衣橱里面有稍微偏蓝色的衣服 说明都是冷白的皮肤 必须要有白金或者是纯银的首饰的 因为那个是最适合你的 如果说你是暖色的皮肤呢 发黄一点点的 头发呢也染的是那种偏棕啊 偏红的那种腮红或者口红呢 有稍微有一点点发橘 没有发粉 衣橱里面会有绿色的衣服 或者说是橙色呀 或者说是金色的 那么这个玫瑰金就特别特别适合你 如果是中性色调 或者是中性偏冷调的话 戴上玫瑰金 它会有另外一种非常非常贵气的感觉 这也就是我为什么要选择玫瑰金 因为玫瑰金真的异常的贵气感 一下子就上来了 平时自己在逛街的时候 我有的时候会去珠宝店看一些个珍珠的首饰 对珍珠的也有一定的了解吧 我就发现最近这个珍珠的溢价非常非常的严重 非常好的珠宝店 隔着橱窗这么远 我都可以看到它上面的好多个疤 然后它都要500美金以上 如果说成色非常非常好的 它基本上都是四位数 类似于我这样的消费群体的话 又看中珍珠的品质 我又想让它有一个reasonable的价格 所以说这个品牌我一开始就跟他说 我说我要的珍珠都是要最好的 定价一定要reasonable 定的稍微低一些 这里面我第一套用的就是可以移动的那些个珍珠 都是淡水珍珠江河湖里面的 这些的产地都是来源于中国的 中国也是全球最大的供应商 我联名款里面所有用的这些个 Akoia的海水珠小灯泡 都是来自于日本的三重线的 全都是2022年的 也就是说在污水排放之前的 而且三重线也一直没有受到过任何影响的 这么一个产地 所以不管是淡水珠还是海水珠 我都是想让它供货的源头是最安全的 关于售后 我会把具体的信息放在文字区 满400美金就DHL包邮了 shipping time是三到五天全球 包括台湾 那400美金以下发货时效是4到7天 久一点 万一万一有关税 可以去找客服进行一个关税的退款 他们都会退给你的 我不希望大家就说 因为喜欢我 所以说为了支持我 所以说要去下单我设计的东西 这个不是我想要的 如果说真的去购买的话 真的是希望大家打心眼里面喜欢它 对我的设计进行这个认可 还有就是珍珠这个东西要好好保护的 你不能戴上它 你别看它小 然后你就睡觉也不摘 然后洗澡也不摘 它不是那种东西 每天就是摘下来 好好保护它的 因为它这个珍珠它还是 你不能放在地上摩擦 也不能说天天把什么香水喷在上面 也是不可以的 所以说还是要好好去保护它的 它才可以一直都这么漂亮 一直都这么闪 一直都这么美 然后我会在文字区提供一下 我永久的折扣码 大家去找一下啊 视频上传后 在第一周内购买的话 满了400美金 送给大家这个真皮的手势盒 那以上呢就是这个视频全部内容了 如果大家喜欢我今天的视频呢 就请帮我点一个赞 那如果大家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呢 请订阅一下 你对我的点赞还有订阅 就是对我最大最大的支持 提前谢谢大家了 那我们就下个视频再见吧 拜拜